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今天就說一件事 就是大家從三月開始就怕到現在了 就是輻射 這些輻射呢 其實最主要是這些輻射 裡面都是粒子 都是有三款的方式 一是alpha,一是beta,一是gamma 這三種希臘字母代表 alpha那種是最重型的 其實是一些毫原子的原子核 就是插開兩粒質子,兩粒中子 這樣造成的東西 接著beta就是一些電子 加上是一些非常高能量的光子 就是這三種 這三種希臘字母為何我們這麼害怕呢 其實最主要是這些高能量的粒子 要走得快 它會打到人的DNA那裡 它會迫到DNA上面的bond 就會令DNA讀不到 即是好像我們不小心掉了一部iPhone 或者iPad在地上 然後裡面的記憶都變化了 或者變爛了 於是裡面的資料都讀不到 那就很糟糕了 所以那些DNA 其實裡面裝的是生物的藍圖 例如我這個人體 裡面所有蛋白質的砌發 都是資訊都在DNA裡面 於是 花了這一段的DNA 就少了 做不出這個蛋白質 於是 比如說 如果組成皮膚 或者組成肌肉的種蛋白質 做不出來 那就麻煩了 不過當然 它也有時候會是 做了其他的突變 最多出現問題就是癌症 癌症這件事 大家都知道是很麻煩的一件事 然後這些 這些 radiation 如何擋呢 其實alpha 就最簡單 找一張薄薄的紙 可能比如剛才我們填的那些 的模式 那些紙這麼薄 就可以擋得住 如果是beta的話 就可能要找一塊厚的木板 加上最麻煩的就是找原板來擋 然後我們為什麼說食鹽可以 那些抗輻射呢 其實呢 就不關於綠化蠟的事 是關於裡面的一隻叫典的事 因為呢 剛剛福島那裡漏出來的元素 其中一種放射的小元素 就是典 131 即是131粒質子加中子的東西 那麼呢 這些東西呢 那就 但是如果我們吃了一些含典的東西 我們身體吸收了足夠的典 那就不會吸收放射性典了 當然啦 我們最好就在原甲 就更加擋到輻射 但是如果這些輻射放射性元素 吃得到肚子的話呢 其實就在裡面 放射源在裡面 就更加麻煩了 那麼 今天就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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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大家